今天是一期改造马卡龙书桌的分享啦 咱不得不承认只要你一星期不熟识 它就能乱到连你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我一般整理书桌的方法就是先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空拿出来 然后再把乱七八糟的分位收纳 这样做书桌的时候就能很快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素材工具 真的我以后再也不说自己素材少了 这全拿出来摆了这么多 好多都还是新的没有拆过 我的书桌呢并不是很大 长度只有90厘米 很像我是改变不了没法放东西 只能纵向的去加高啦 从仓库拿了几个新款的马卡龙收纳盒 这小方块组合一起也太好看啦 里面可以存各种的小物件 像交代贴纸这种都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再铺上我的新桌店 以前的双子星粉色桌店中又被我拿到了 大功告成 你刚刚真的是不是不要整齐太多了 如果你的书桌也很乱的话 就赶快行动起来去整理吧 上次做了好好做笔记的排版 有宝贝问我那个格子的云朵花边是怎么做的 看好咯 就用磕刀在胶带上面这样随意的滑啦滑啦就好了 然后支架都移着 所以四个脚胶带重叠的部分只留一条哦 就这样我们美丽的格子花边就做好啦 这样做画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呆板 谁要的水果世界大冒险方方本排版呀 今天安排上啦 记得来亲收哟 今天挑战用评价交代做手帐 阿布的可爱花朵搭配云朵胶带真是绝绝子啊 先用云朵胶带打个底 我这次用的是紫色的 然后从花朵胶带上取下来各种花朵的图案 挨个贴在边边上 不要怕贴错 因为它怎么贴都好看啊 这样用就得到了一个百花盛开的基础排版啦 然后再选几个可爱的贴纸放上去 搭配阿布的可爱英文 美美的一篇手帐完成 这不灵不灵的镭射线条太美了 入手不后悔 谁用谁好看呀 瞧瞧阿布也出新品了 快去冲啊 我得多爱你们马上就去入了呀 这不就来了嘛 为了帮你们测评 我入了阿布这次所有的新品啊 我最期待的就是这款古风系列的交代了 为了避免踩雷先入的一个分装 它跟可爱花朵一样都是镭射的 真的是太可爱了 还有果酱派对第二弹和第三弹 这是花边交代 因为不知道选哪个好就入了全套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格子的多一些 你们呢 后面给你们做手帐看看好不好用哈 今天着重来看一下阿布的这个Wix 它里面呢有一个错版选项 就一起入了来帮你们踩踩坑 我是个紫色控啊 所以依旧入了紫色的这款封面 里面的格子是实线的 这一本看着好厚哦 那页是96张 不知道是装定的原因还是它太厚了 打开后两边呢 它都会翘起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就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用夹子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再来看看这个错版的 据说是网格线更深一些 但是也便宜了不少啊 果然真的深了一个度呀 给大家对比一下哦 这样看的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如果是用来做笔记的话 深色还可以 做手帐的话 还是推荐大家选浅色的格子的 就不要推而求其次了 那这次的新品总体就是这样的 还想看什么手帐 记得告诉我呀 看这泡呼呼的小手 这大桃趁我不在家 扣摸着拿我的工具 自己做了一个手帐 还信誓旦旦的讲 要证明给你们看 他的38年做的经验 也会做手帐啊 非要我发视频出来 让你们鉴定鉴定 这个人啊 这脸皮比车轱辘还厚啊 哎呀 我就问问这大桃到底行不行啊 翻了半天还找不到合适的素材 最后他居然选中了 我新入的心目闪闪胶带 我盘回来可一直没舍得用啊 居然让他给截足先登了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大桃第一个手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大桃要是这把做毁了 他就BBQ了 选完胶带之后 这家伙开始上了一个海洋的底色 好家伙他开始堆素材了 看看这笨笨的手法 不得不说好像貌似还有点好看 他开始好像都不会用刻刀和捏子呀 最后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呀 还等我回来给他加上了蚊子 那打桃人生中第一个手帐就完成啦 你们觉得能打几分呢 今天这个开箱 我真的激动了几妹们 你们猜猜是啥嘞 大家都在爱着我说 小马手出新品了 瞧瞧快去冲呀 自色全套 我就盘回来啦 每本都带了一张贴纸 这么打开后 它是一副完整的插画 我这回终于赶上热乎的了 纸妆很厚实没得说 其他的每本配置都一样 大家入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啦 这个奶盖熊 是不是男生会更喜欢一些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张贴纸 来做今天的手帐吧 我还是最终爱紫色啦 这也太貌美啦 我要挑战把这张贴纸全有盲啊 好 不敢大一用 我看你 暖开 だから 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 私を楽しませて拳 この可愛さ 溢れて 止まらないだから 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 このまま私を楽しませて拳 この可愛さ溢れて この可愛さ溢れて 僕たちは理性消費 毕竟現在好看的本本越來越多了 買是買不完的 我們下次見了 BYE BYE 這手帳選錯顏色翻車了怎麼辦呢 本來好好的畫面 就因為自己來回的塗抹 結果導致了版面一塌糊塗呀 今天就教給大家一個 拯救做回手帳的小技巧哦 進入了幾個阿布的手帳家 真是太軟蒙可愛了 選了CC組日記 裡面有各種設計的一本貼紙 接下來就是聲控啦 拉松 有分別的 詞2 2 2 6 6 6 7 6 7 6 7 8 7 7 7 9 7 6 6 到这里我就开始做错了 首先是线没有画质 我就很难受 然后就想用尺子来拯救一下 结果它好像更犯车了 一到这种情况 我之前都会直接想把本子给撕了 今天发现用橡皮擦把重的痕迹擦掉一些 然后用修正液把它涂抹掉 这样再去换个颜色化 基本上就看不出痕迹了 就是这么简单就拯救回来了 我这个新的修正液是两用的 一边是点点胶 一边是修正液 用起来实在太香了 你们发现我这个画面有被修改过了吗 赶快把这个小技能修弹起来 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就别再撕本子了 哈喽姐妹们 之前答应过的自制活跃圈教程来了 今天分享的一共有四种方法 看看你用哪种方法能做成功呢 首先拿出废弃的N95口罩 取出这块儿片品 用它可以做出四个活跃环 对折剪开后在笔上面这样绕一圈 弯曲后扣在我们自己做的小本子上就可以了 可以随意翻页哦 如果你嫌弃它有点丑的话 就可以试试用这种口罩里面的 这是在网上看到其他小姐姐有做过的 它是白色的装上会好看一点 但是我使用下来质量没有前面那个口罩的好 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到我们的回形针 可以直接这样给它扣上 或者把它拉直 跟前面口罩的方法一样绕圈装上去 但是这样就会比较费力气了 懒人的方法就是直接装上就好了 注意需要把它扣紧才不会掉哦 第四种方法就是用到这个锅盘的小瓜料 根据本子的厚度剪掉多余长的布核 全部穿好就可以了 翻页也很流畅哦 如果你手里有这些小材料的话 就赶快做起来吧 都超简单的哟 想自制手段本没有活跃圈 没有打孔机 那今天这个迷你漫画手段本可太适合你了 首先量一下贴纸的大概尺寸 我这个是4层3厘米的 那我们就需要剪出10层5厘米的纸张 上次做小马手打卡本剩下的纸都没有舍得扔啊 今天正好用上了 我们都要勤俭节约呀 剪好后分别把它们对折 然后每张的中间位置涂上胶 把它们一张一张的连起来 我用的是点点胶 如果大家也用点点胶的话 要稍微用好一点的哦 有的点点胶不是特别好的话 没用多久就会掉下来 全都连好后 把这些不齐的边缘剪一下 咚咚 我们的迷你手段本就做好了 装饰一下封面吧 今天是13号 直接选择日复贴上就可以了 另一页我用的是小马手每日选择题 你们也可以选择旅行图件或者亮眼循环 它们都是方块型的贴纸 做出来特别有漫画本的感觉呀 选择恐惧症的一天 从早上起床就开始纠结了 里面可以记录一天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上班族每天都要努力搬砖呀 到了晚上时间才属于我们自己的 记得要好好睡觉 不要总是熬夜哦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平贴在手帐本里 打开本子就是一本漫画书装饰了 就是这么简单还不快去做 别忘了给我一键森林哦 再见